欢迎你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您听过老梅糕吗 这个滋味是酸酸甜甜的 用来泡饮料或者是入菜做料理都是绝配 生产老梅糕的老板是科技业的大老板 十年前因为父亲癌症过世了 开始投入养生食品的领域 他的老梅糕不用宣传 就已经是科学园区里头流传的隐藏版好东西 好不好 来 开动 开动 有鹏自台北来 大老板简天旭今天摆了一桌彩糙澎湃 要请我们品尝 不过重点不在一道道的美食佳肴 而是这黑的发亮的配角老梅糕 今天来尝试一下 享用所谓的一酱到底的 所谓的老梅糕的大菜 一酱到底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酱料 蘸肉蘸萝卜糕 港式烧麦 拌凉面 米粉 沙拉 桌上没有酱油 不用甜辣酱 全靠老梅糕一酱到底 微微的酸带出食物的鲜与甜 还有去油解腻的效果 它会提味 但它不抢味 最奇特的就是说 它可以一个酱搭配任何料理 只要吃的都可以搭配 最重要的是它是咸甜皆宜 甜咸皆宜像是平凡冰淇淋和优格 淋上几滴老梅糕 立刻变身不平凡的舌尖享受 老梅糕一酱抵万酱 这是科技业老板简天旭 撕藏了十年的隐藏版自满味 不只是全台湾独家 更是全世界唯一 这黑黑不起眼的老梅糕 为何如此神奇 秘密全在南投县农会的 烟梅工厂里 一层楼深度的储存池里 全是淹了半年的梅子 新鲜青梅不加一滴水 全靠比例高达25%的天然海盐 让梅子脱水去苦涩 这是做老梅糕的第一步骤 它有杀菌的功能 有软化纤维的功能 还有去除所谓的苦水 谈话叫做苦水 把那个苦水滴出来 这第一个动作是这样子 梅子躺在腌渍池子 让纤维组织软化 口感变得绵密 才能方便后续加工 光是这道程序 至少要120天 完全急不得 现在吃起来的味道是吗 现在吃起来很酸 但是里面很绵密 我可以拿一个给你吃看看 来 你吃一个看看 是不是又酸又咸 有没有开水 来 拿个水 拿个水 好 原来都出来了 原来都出来了 又游又生 不过这是一个基本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process 很酸很咸 事实上 很多日本人他们在吃 到这个阶段以后 就有人在吃了 青梅腌渍四个月 接着要进到密闭的 捷径温室做日光浴 离地曝晒七天 靠着火热阳光 和60度高温 带走梅子的水分 变成梅胚 方便长期保存 空气中充满了 清新的梅香 非常香 完全就是天然的过程 就对了 南投农会工厂 以前是全台湾最大的梅子加工厂 30年前 每年光是卖梅胚 给日本人做加工 一年赚进两亿台币以上 后来日本市场被大陆抢走 出口产值完全归零 梅子工厂顺况不复当年 直到最近几年 和简天旭合作生产 又渐渐忙碌起来 现在是烟梅达人 不过简天旭原本对梅子 其实外行 平寒农家出身 白手起家 靠着匆匆匆的打拼精神 从小业务做到科技业大老板 做的是资讯产品测试 排名全球第二 亚洲第一 十多年前 父亲罹患癌症 从发现到过世 只有短短的两个半月 大大改变了职场拼命三郎 要钱不要命的想法 那时父亲的检验报告 还发现身体接近酸中毒的边缘 和癌症的因果关系 还无法证明 但不管中医西医都认为 体内酸碱值失衡 的确是健康的隐形杀手 那个是医生建议 是说你们最好都是检验食品 不然体质恶化的话 因为癌症是有遗传性的 这样我们要小心 那我们就开始找 所谓的健康食品进来含面 后来一次到日本开会的偶然机缘 简天旭吃到了 他从来没尝过的老梅膏 比他以前在台湾吃过的梅筋 好吃十倍以上 让他大打十斤 所以一般来讲 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 那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以前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刚好有这个因缘器 碰到这样一个 日本人他有这个技术 他把健康跟美味 两个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我们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深性梅子的碱性特质 可以综合体内酸性 简天旭从日本的 自媒达人手中买下老梅膏的 腌制和调理技术专利 回台湾发展副业 做老梅膏 十年前开始 到高雄的贾仙 桃园 纳马夏等山区 搜购粗放式种植 无农药污染的 无毒梅子做腌制 数量几乎台湾第一 这个它已经非常绵密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了 感受这个非常好吃的 我再试一下 胆战心情 不要怕 可是很多基本是这样就试了 真的啊 梅子晒成梅胚 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栓梅 如果工作没结束 还要再装箱 在木箱里密封120天 这个更咸 不过它已经香味不一样了 你打开油脂团的味道 完全不一样 很香吧 120天后梅子要做清洗 活水流动8小时 让盐分从25%降到1% 才能入口 从梅子摘下来到现在 这个位置为止 已经超过半年以上了 然后每周一次 分6次加砂糖腌制 到浓度60% 最后熬煮 让糖分完全渗透到梅子里面 这个已经很好吃的梅子 而且梅香很浓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吃的很咸 很甜的 这个都是充满了自然的梅香 梅子从采收到糖次封香 已经费时10个月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要吃到这用心制作的梅子 还要再等10年 你没听错 10年 简天旭说 因为没有任何化学 速成的添加物 好东西必须要用时间酝酿 用耐心等待 没有买煲 不可以讨压煲 这种做法 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这样做过 你可能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公开 这没什么秘密 因为我们卖的 不是自等的秘密 不是 我们讲究的是时间 就这样每年采收腌制 等于把新台币腌起来堆在仓库 十年下来 简天旭和几个科技业的老板朋友 已经投入了超过三亿台币 就为了开封的这一口 农村梅香 非常非常的爽口 你看很绵密的感觉 这个就是时间确认产生的结果 怎么样 我说 这个有令人感动的滋味 有没有这种感觉 真的是入口即化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 独一无二的那种配方 然后没太滴没太甜 没滴还没太甜 很香 不可以买一口 这个原料是不卖的 你要吃的话 我也可以送你 入口即化的十年老梅 散发浓浓醇香 在嘴里散开 在鼻腔蔓延 再猴头回甘 简天旭依照日本人的独门秘方 去子将果肉打成泥 加入同样酝酿十年的意大利酒醋 东方与西方相遇 养生于美味艰巨 融合成为十年老梅糕 带着神秘的亮丽闻饰 都很大 不管是咸的 甜的 荤的 素的 都很适合 就取代酱油 取代糖 鱼肉它碰到这个老梅糕 老醋糕之后 它就会 肉质会更嫩 会更好吃 厨房内董娘简太太 正料理着宴客晚餐 料理东西南北 调味独孤一味 没有酱油 黑醋白醋 味精红糖 全靠老梅糕来体味 我们有一句话 就是一酱当家 然后百散风华 这个因为你看都是酸性食物居多 我们这样加进去 今天晚上就有一个最重要的效果 就是酸性平衡 吃了以后不会有负担 百搭的老梅酱 遇上各种食物都能画龙点睛 加入白开水 则是最好的养生饮品 第一批问世后 光是捡老板的股东 还有科技业的大老板们 甲后倒休保 成了老板俱乐部之间 流传的隐藏版独家美食秘籍 不用宣传 已经卖得吓吓叫 所有的家人亲朋好友 享用之后都觉得 给我们的回想都非常好 再不接口就说这是好东西 我们应该都觉得很安慰 做店直接做这么久了 可能称赞的不多 可是我觉得跟好朋友分享 经过口耳相传 许多朋友要求捡老板 把老梅糕拿出来贩售 让大家都能和懂自备的大人物一样 享受老梅糕的美味和健康 有缘人一定会慢慢地 会吃掉这种东西 而且慢慢量也都上来了 没有问题 从家人的伤痛出发 寻找养生法宝 捡天序的老梅糕 以无毒梅子 海盐 蔗糖 加入耐心 十年三亿终于酿成 在素食年代 滴滴珍贵 滴滴珍成